小心 扑倒 他们齐齐扑倒 剑从他们身上飞射了过去 还不快躲 多谢姑娘 姑娘救了我们的命 我叫陆通 等我们过了这次 回头一定报答姑娘 有人过来了 他爷爷 来了不少人啊 到底是谁 有本事就出来光明正大打一场 这样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些鬼孙子 我们过去跟他们拼了 拼了 正阳 真是鼠辈 还蒙灭 这些鬼孙子 小爷没劲了 正阳 快救我 你死扛 死了死了 这次真要死在这里了 但是他等了一会儿 还没有被劈到的剧痛传来 没死就赶紧起来 谢姑娘二死救命大恩 陆通简直快哭了 赶紧又谢了副招宁 爬了起来 和同伴一起将剩下的三个蒙面人都砍倒 我们 我们刚才差点都死在这里了 到底是谁要杀我们呀 副招宁 我认得你 但是你跟以前很不一样 没想到你会救了我们 老天爷 他就是副招宁 你放心 我们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的人 你救了我们两回啊 我们这几个人的命都是你给的 所以今天的事情 我们绝对不会把你说出去的 我们都发誓 谁把你说出去 谁生孩子没屁啊 你说不能换一个 不换 就这个 好 我们发誓 嗯 那就这样吧 我走了 副招宁 你要进山啊 瞧我这没礼貌的 你现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 我们得敬着你的 我们以后叫你老大 我们几个的命都是你的了 以后你有什么事 直接找我们 老大 或者你们可以喊我宁哥 宁哥 好 那我就喊宁哥 不过宁哥 你现在进山干什么 不安全啊 我有事 那我们陪你吧 好歹有个照应 你们要参加狩猎赛 还说什么呢 我们太倒霉了 遇到了大理四卿家那个混蛋 猎物都被抢了 大理四卿家 赵大人家的 可不就是赵晨那个狗东西吗 他带着那些狗腿子 横行霸道惯了 赵如是他 赵如 赵晨的妹妹啊 还真的就是这么巧啊 想不想赢赵晨 宁哥 你有办法赢啊 你们休息会儿 吃点东西 我们再进山 王爷 吃点东西 属下考得不太好 王爷将就 王爷 要不然回去之后 还是给白双一个机会 我会想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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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